有人吗? 是谁啊? 这里是钟灵家吗? 是的,妈妈去买早饭了,不在家 那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下门呢? 妈妈给我说过,不能给陌生人开门 我是寒冬来的妈妈 寒冬来的妈妈? 那就不是陌生人了 请进 奶奶,你好漂亮啊 你就是可乐吧? 对啊 那你告诉奶奶,韩叔叔经常来你们家吗? 可乐想吃糖吗? 想吃,不要告诉我妈妈 我吃糖了 好的,来 好吃吗? 好吃 真乖 那你告诉奶奶,韩叔叔经常来你们家吗? 经常来啊,你是韩叔叔的妈妈,以后也可以经常来 这孩子梅雨之间,和东来小时候太像了 奶奶 奶奶 可乐 可乐今年几岁了? 可乐五岁了 哪一年生的 哪一年生的 奶奶 可乐重拈 告诉奶奶哪天生日 可乐 奶奶带你去吃好吃的 妈妈 可乐 妈,你怎么来了 这是韩家的房子 我为什么就不来 妈妈不是告诉过你 妈妈不在 谁来都不能开门吗 可是是奶奶啊 什么奶奶 又不听话 行了 别在这里凶孩子了 韩夫人 房租从我薪水里面扣 我没有白住你们韩家的房子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可乐 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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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吃巧克力 你是要害死我儿子 可乐 妈 可乐有糖尿病他不能吃糖 你这我怎么知道呀 赶紧送医院吧 可乐有先天性糖尿病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妈 你向来不关心别人的事 为什么第一次见到可乐就这么紧张 因为 这么可爱的小孩子 谁不心疼呢 希望您不要再打扰他们母亲 你知道可乐的亲生父亲吗 这跟我没关系 跟您就更没关系 好 只要孩子没事就好 我先走了 查新出了没有 检验结果多久可以出来 三天左右 亲自鉴定结果就能出来 麻烦张主任了 哎呀 韩夫人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好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 不客气了 好 我知道了 麻烦张主任了 你慢走啊 伯母 小夕 来看你爸来了呀 给我爸送点东西 伯母 您这是 啊 我没事 钟灵的孩子住院了 我和东莱一起过来看看他 啊 那 我送您回去 好的 张主任 我们先走了 再见 再见 张主任 再见 韩夫人慢走 检验科主任 可乐 莫菲 莫辰 韩夫人 韩夫人 过来 坐吧 好些日子没有见到你了 最近 我去外地给少爷办点事 你手里拿的什么 这是少爷要的资料 给我看看 这 这些资料 你都看过了吗 这些资料 牧尘 你从小 在我们家长大 阿姨呢 一直把你当半个儿子 有些事情呢 没有确凿的证据 为了东莱 为了我们韩家 阿姨希望你 我懂 我会跟少爷说没有紫样 下去吧 下去吧 可乐是六月出生的 中灵时 前年的十一月离开的 可乐和东莱的父亲一样都有糖尿病 莫菲可乐真的是我孙子 可乐怎么样了 没什么事 倒是你的腰 伤怎么样了 皮腕伤而已 嘴硬 我会和韩东来说清楚 如果以后他再这么针对你 我就退出 我一直没问 你和韩东莱什么关系 前任而已 没什么好说的 那他是可乐的 他知道吗 我们是不同阶层的 我现在只想喝可乐 过普通人的生活 你怕他从你身边带走可乐 可这事儿瞒不了一辈子 能慢多久是多久吧 等可乐变好了 我就带他回安南 对了 上次我让你查的事情 怎么样啊 你看吧 我只查到这个人 因故意伤人罪 入狱过两次 日常行踪不明 纯纯的是会别怨人 想不到这林夏熙 会跟这样的人有来往 你确定他和林夏熙认识 前两天我跟踪他们两个 到林家的私人酒吧 先生您的菜齐了 请慢用 谢谢 先吃饭吧 您好 预定了包间 姓林 这边请 周林 走那边 周林 楚墨 怎么到哪都能碰到他 倒霉 你们 还真不避讳 这不劳烦大姐您操心了 她才是大姐 不好意思啊 我只看面相叫人 你好 这是菜单 请面餐 这个 再加个甜品 两份 谢谢 东拉哥哥 关于伯母说 我们 关于婚约的事 我并没有拒绝 真的吗 我就知道 楚墨 吃完了吗 那明天让爸爸回家 我们走吧 走吧 然后我们就订婚 然后 以后我们就一起照顾伯母 慢点 你就不想听听我关于 慧悦的真实态度 跟我没关系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 放开他 跟你也没关系 韩少爷 请不要把气撒到别人头上 我们没有义务 受你的少爷脾气 你为什么总是帮着他说话 他楚墨就跟你有关系了吗 对 钟灵的事就是我的事 而且韩总自重 不要再来纠缠他 我用过的东西 你算毁了也不会再给别人用 韩东来 钟灵他不是东西 更不是你的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们天宇已经被东升集团收购了 封杀你 也就是我东来哥哥动动手指的事情 在背景上 我是比不过富二代 但在身体上 我也不想跟一个瘸子比 你 宠墨 东来哥哥 你 站起来了 韩总还是太厉害了 要是邻居当演员 就没有我什么事了 双瘸子 弄逼 你嘴怎么这么亲 朱莉 我 心里心外我都不想陪你 我要赚钱我还要养孩子 告辞 空来哥哥 你腿什么时候好的呀 最后一次手术做了吗 小心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娶你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哥 哥 中林 张主任 下班了 小林来了 这是 韩阿姨上次的检查报告 这个报告刚出来 你 要不给烧过去 好啊 那张主任再见 再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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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昂姨休息了吗 是这样 我刚刚来医院了 那个张主任让我给你带份资料 行 那我现在过来 算了 她腿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这儿生什么气 那我在等什么电话 她根本不需要给我解释 还是等你说吧 还是等你说吧 东莱 东莱 妈 做手术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瞒着我呀 我不想让你担心 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等等 你做 我有事 是和灵下戏婚约的事吧 我不会答应你的 你看看这个 我说过不要再打扰他们母子 你还向着他们 这个孩子呀 根本不是你的 不重要 这女人 这女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套 即便你不娶夏夕 我也绝不允许 我们韩家替别人养孩子 妈 我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东莱 真是气死我了 我到了 你在哪儿 看 很好 今天收工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导演 周琳 今天收工早 约了和楚莫小卓一下 一起吧 我晚上还有事 不行 你去吧 韩总 你站起来了 恭喜啊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你们去喝吧 对 明天的戏需要修改 中国文晚上加下班吧 可是我 好吧 那明天见吧 一起加班 好吧 那我先去打个电话 喂 可乐 妈妈晚上要加班 你让护士姐姐哄你睡 这个孩子呀 根本不是你的 好 可乐乖 妈妈也爱你 你干嘛 工作 不是 我 我就不能回家改完 再发给你吗 老板 不行 就在这儿 你说 那应该怎么改 十点三 男主 看到女主 就会想到自己是个罪人 赵世陶一害他瞎了 但却已经爱上了女主 没想到 他 他是认真了解过我这本书的 改编的人物内心 OS情绪不够 需要不带辞 嗯 我也有同感 包括后续情节的推荐 情绪不够到位 我想想应该怎么改 之后的一节 可以适当加一些内心吐败 你看这里的戏剧张力 我觉得 这段是可以的 那那场戏怎么办 我想 给你抬一下我的腿 前段时间在美国做的手术 真的没有必要对我解释 我们还是快改完吧 我还要回去陪儿子 难道可乐不想知道 自己的父亲是谁 不需要 可乐有妈妈就够了 我想知道 韩总 这是我的私事 钟小姐 来 先喝点水 谢谢导演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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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哦 导演你看 这个位置不可以这么改 如果我们这么改的话 后面女主的抑郁人设 就立不住了 哦 而且后面的情绪 也不接 你看 这个位置 哪里啊 不好意思啊导演 我明天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给我喝了什么 当然是爱情的良药啊 钟小姐的才华 我已经垂涎很久 今天晚上 我们就好好交流一番 哎呀导演 导演 导演别过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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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玩过伤过瓦子 放开 嘿嘿 放开我 哎 哎 看你今天往哪儿跑 你别过来 嘿嘿嘿嘿嘿嘿 我让你跑 救命 救命 我会对你很温柔的 乖 骂的臭婊子 我什么年轻没玩过 轮得到你一个臭编剧 在这跟我嘚嘚 嘿嘿嘿 我让你喊 不让你再喊 嘿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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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老爷 我是蜀木 哎 王八蛋 老爷 哎 蜀木 老爷 我是蜀木 我想死 你就给我闭嘴 啊 啊 嗯 老爷 有人吗 蜀木 我已经睡下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啊 啊 啊 那朱铃呢 蜀木 蜀木叫我 是朱铃 你敢害我 朱铃 哦 啊 啊 别打了 别打了 啊 别打了 啊 啊 忠令 那是他 走 我们走 楚慕和钟小姐 楚慕和钟小姐怎么了 被零下药了 小川 我送他去医院 快 东西啊 少爷 周慕和钟小姐出事了 钟灵怎么样 刚醒过胃 再休息 怎么会这样啊 这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疯了 我怎么可能杀害忠令 是吗 你杀害他的事还少吗 什么 什么事 我只比我还差 我还没关系 这事 昨天 我才算我 你是不是 呢 是 那没有关系 你怎么能想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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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怪我 钟离 我就不信 每次你都那么幸运 嗯 活着 找我干什么 六年前的事被人查出来了 我得出国躲一阵 毕竟杀人未遂 可是重点 要多少 一百万 明天给你 别再联系我了 一千万 什么 你还真敢要 毕竟我出去人生地不成 语言又不通 我得为自己下半生口 没有 你只是一条狗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花那么多钱 养只不中用的狗 对了 我还不知你一条狗 过了今晚 就没任何回争了 你们呢 也都没用了 林小姐 我得提醒你们 狗咬人 可是很疼 过了今晚 我就不信东来哥哥 还会咬一个破烂 我会好好保护你 我会让别人伤害你 我会让别人伤害你 怎么了 你别碰我 你别过来 我是蠢墨 蠢墨 蠢墨 蠢墨那个导演呢 什么都没发生 你赶紧再休息一下 咋了 咋了 还有可乐 我助理在照顾可乐 你别担心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及时赶到 我可能就 禽兽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你别担心 我也没什么事情 你现在还在剧组里 得为自己考虑 昨天晚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禽兽 这导演 这导演在圈内口碑确实不太好 可他怎么敢对钟灵下手呢 这组里明眼人多少都能看得出来 钟灵跟韩总的关系不一般 我也觉得奇怪 导演 这段戏我多加了两句话 您觉得呢 很好啊 导演 您喝水 行了行了 赶紧准备吧 开拍 导演 行了行了 赶紧准备 准备好了 我们这 演员呢 演员呢 演员怎么还不就位 开拍了 男女主快点啊 快点快点快点 都准备好了 导演 去安排 但是东升集团投入论区带自己 这么做 怕是会连累东升集团 就按我说的去做 楚沫 晚点我们再说 你千万忍住 别冲动 走吧 十八场二进三四 别说了 啊 助理 啊 你没事吧 怎么回事 我喊看了吧 谁让你们喊停的 道具弄错了 是开始 忍着 你忍住 没事 他是导演 这件事情捅出去 也就是个八卦新闻 对钟灵 对票房都没好处 还好是开水 不是硫酸 那个钟灵 你碰过没有 我跟你说啊 他那个胸膊 大小 手感 刚合适 昏迪多在这儿 啊 啊 来 来呀 接着打呀 接着打呀 当红巨星耍大板 还殴打导演 我看你怎么往下混 跟我斗 你过来吧你 别动 老师 老师 知道我是谁吗 这里是鸡伞和你宅一起 导演调娼被抓现场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您涉嫌新疆一杯 老实点 带走 都是误会 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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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了 以前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百丹被人欺负 我可以保护他 街坊邻居朝下来 一个人带孩子 我也可以保护他 现在呢 什么都有了 而对那些伤害他的人 束手无策 会要证明里有什么用 连最轻的人都保护不了 我没问过你跟忠略之间的关系 但我看得出来 你对他的感情 你才二十三岁 事业正在上升起 这段感情真的合适吗 我不在乎 我只想在他身边 或许 只有做朋友 才能更长久一些 别动 老师 您好 知道我是谁吗 您可以让我看一下那个新闻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您设计新疆一被摸 老师 带动 都是误会 别拍 别拍 只想和你宅一起去组花边新闻一直不断 导演因嫖娼被抓 万里 影响项目进度 还因此导致东升集团股票下跌严重 你怎么来了 别起来了 我就是来看看你 我没什么事了 医生都说今天可以出院了 坐 好 储默他 都跟你说了 储默他很愧疚 说是因为他自己把你的漫画推荐给天宇 所以这才 这怎么能怪他呢 而且 要不是因为他及时赶到 我可能就 没让导演受到制裁 也是储默最愧疚的 这个傻弟弟 是啊 你好像很了解楚默 楚默从小被妈妈抛弃 很缺乏安全感 所以 总会用完事不公的态度来隐藏自己 他其实很难相信别人 但是他好像很相信你 你也很了解楚默 我们从小相依为命 我把他当弟弟啊 他也只是把我当姐姐 对了 新闻 你看了吗 报应 就是可惜 咱们这部剧 暂时可能要被叫停了 你不会真的以为报应来得这么巧吧 难道是储默 你储默和我现在的地位 办不到 是他 只想和你宅一起的导演 爆出这么大的丑闻 就算是现在继续拍摄 这票房肯定是会很惨淡的呀 韩总啊 这当初可是您执意要投资 几千万资金下去 连带集团股票连续下跌 这样可不是个办法 想办法把事情平息 这都行业潜规则 大家都就怪不怪 对啊 把导演洗白 我们东升也就不受钱了 都是我们的办法 要不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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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一下 谁要替那个人渣洗白 就可以直接离开东升了 股份我收 韩总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 我们大家 都是为了东升集团呀 哎呀 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导演 损失集团那么大的利益 如果这点波折 东升都挺不过去 我韩东来就不用 坐在这个位置上 不用商量 三位 怎么这样啊 这算什么事呢 什么意思 马上联系律师 还有几位导演和公关 好 我这就去办 好 我先去办 就愿了 那个 我有话要跟你说 对不起 为什么要对不起 谢谢你不计代价 让那个人绳之以返 是我该说对不起 没能保护好你 东来 你真的能原谅六年前的我吗 当然不能了 但 我能原谅现在的你 是你自己说的 我们都要向前看 所以你能再接受我一次吗 又想好好保护你 还有可乐 我 喂 楚沫 查到了洪范南 我知道了 好 我这就来 东来 其实六年前 我知道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我只是想赶钟灵走 你不是也不喜欢他 那也不能教唆人 去干强奸的事 我知道错了 我只是想认认他的 都怪那个导演他把事情搞砸了 不 他要是把我供出来 我就完了 你帮帮我吧 你帮帮我 那个导演的丑闻 直接牵连到东升集团 我估计啊 是东来 指使人哪 曝光他的恶行 没想到 这个东来 还是这么在乎钟灵 我知道 所以我才来找伯母念 只要东来哥哥不追场 我 我就没事 我 好了 晚上 让东来回来吃饭 看看他 到底想做到哪一步 好了 谢谢伯母 谢谢伯母 不哭了啊 怎么了 少爷 当时发现那个红发男和林下西有交往后 我就派人盯着他 所以他今天来这是 少爷让我调查六年前那天进出山里的人 其中 只有他一个人有两次献客 我也是在调查当中 没想到 他亲自送上门来 想要钱 对 他知道 如果翻案的话 一定是重判 所以他想拿了钱 再去自首 他人在哪 我要见他 他知道 如果翻案的话 一定是重判 所以他想拿了钱 再去自首 他人在哪 我要见他 等一下 你们先听一下这个 我才刚放出来 想让我们来杀人放火 我查过了 那天大雨雪 做意外事故很简单 可能都不用你亲自动手 这么好赚的生意 你确定不做 好的 林小姐 你气坏的真周全 下戏 这人知道 有人在调查他 所以 他想向林下溪要钱之后 远走高飞 没想到 林小姐不给 所以 他准备鱼死网破 找到了我 至少 自首 可以轻判 出来 还有钱 抱歉 等一下 林下溪在哪 我要见他 我怀疑导演的事 演示受他指使 喂 妈 回来吃饭吧 刚好夏溪在呢 好 我马上回去 林下溪在我家 等会儿跟东来好好说说 都是自己人 嗯 谢谢伯母 回来了 东拉哥哥 你怎么也来了 夏溪在这里 你怎么把他带回来 想气死我吗 妈 你被他骗了这么多年 还执迷不悟 能清醒点吗 什么意思 韩分人打扰了 我来是要问林下溪几个问题 问完我就离开 我没什么要跟你说的 张导演对我下药 预谋实施性情 是不是你指使的 他承认了 果然是你 夏溪也是一时糊涂 那是因为啊 他太爱你了 东来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就帮帮他 妈 您才是一时糊涂了 这么多年 你知道他做了多少违法的事 伯母 我不想坐牢 夏溪啊 我还是了解的 不然 不然 让夏溪给忠灵道个歉不就完了 道歉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世界上这么多恶人 干脆都道歉好了 还要法律做什么 韩夫人 恶人 太夸张了吧 你也没有被导演怎么样啊 妈 你怎么还在帮他说话 六年前他们 六年前 六年前怎么了 快说呀 六年前 六年前就是他 就是他害得东来哥哥变成残疾 还抛弃他的 是吗 那这个呢 我查过了 那天大雨雪 做意外事故很简单的 只要终于消失 你从哪来的 诽谤 我要告你诽谤 欲谋杀人可是重罪 林夏溪 你看清楚 你认识他吗 他已经自首 你到现在还不想承认吗 夏溪 这是真的吗 因此 害得东来做了六年的轮椅 是你害的 夏溪 这是真的吗 不是的 不是的阿姨 这不是我哥的 不是你 那这个有两次前科的人 你和他来往密切 你们是什么关系 阿姨不是我 东来哥哥 东来哥哥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很喜欢你 我唯一的梦想就是嫁给你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你相信我 真的假的 警察都会查清楚的 你不会伤害他吗 六年前 你以父亲做东来的主治医生 要挟我 逼我离开东来 这不算伤害吗 夏溪 你太令我失望了 不是的伯母 伯母 我没想过会这样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都相信这个贱人 连自己父亲的医德品行 都能作为工具 林夏溪 你好很多 不是 不是 夏溪啊 只是杀人是重罪要坐牢的 你怎么能这样 不要再说了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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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那么多坏事 你真的良心不会痛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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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小心 东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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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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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没事的 舅舅不早保佑我儿子 舅舅不早保佑我儿子 不要再出事了 舅舅不早保佑我儿子 不要再出事了 医生 医生病人怎么样 我儿子 已经脱离危险了 麻药劲过来就行了 那可以去看他吗 他已经推去病房了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医生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病人好好养身体就好 我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阿姨 你也一天没吃东西了 不然你和牧城回去休息吧 东兰这边也脱离危险了 我来照顾就好 对啊 韩夫人 如果您出了什么问题 少爷醒了 我也不好交代 是啊 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行 好 对了 误会你这么多年 请你原谅我这个老糊涂 只要东来没事 我也就无所谓了 阿夫人 我先送你回家休息吧 好的 那就辛苦你了 六年的阴差阳错呀 可喜可乐不是我的亲孙子 让你去打架 我被骂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那怎么行 说过我要好好保护你的 就该让你张点教训 谋杀幸福了 小殿上 这里是医院 傻瓜 每次你因为保护我而受伤 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 回去我熬点粥 你给钟灵送去 他一天都没吃饭了 是 潘夫人 张主任 听说您的孙子治疗效果很好啊 孙子 可乐呀 上次亲子鉴定做的 不就是在我们医院治疗的 钟可乐吗 所以说 鉴定结果 和东来是有血缘关系 父子 您没看到吗 那天 我让林医生的女儿 给您烧过去了 对对对 麻烦张主任了 客气 那我先走了 今天要坐针 张主任慢走 好 林下戏 可乐是少爷亲生儿子这件事 是不是应该跟少爷说一声 我想想 等东来伤好以后 我亲自告诉他 好 怎么 怎么样 还在找 手术完发烧属于正常现象 物理降温吧 好 谢谢护士 好 谢谢护士 好 刚好 随他 随你 一边走 一边融化 当初 寂心 桌下的烟花 他那么 绚烈 想 劝我 就到 这里吧 知道 在等 雪花 浪在 灯下 爱 在等 放下 家属 量一下体温吧 好 还能再见吗 还好不烧了 小灵 小灵 东来 别走 别走 我在呢 我在呢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小灵 求求你别离开我 别离开我 东来 求求你别离开我 东来 我不走 我以后都不会走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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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都不走 对不起 东来 我以后都不走 但是你能不能快醒过来 你快醒过来好不好 你知道这六年我有多想你吗 但是我不敢回来 我从小就渴死了爸爸妈妈 长大之后 靠近我的你也变得那么不幸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身边亲戚的人都离开我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你能不能快一点醒过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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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莱 冬莱你醒了冬莱 你吓死我了 傻瓜 我给你倒是 别走 你刚刚说过 这六年来 你是在想我 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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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我就是你 我应该是 冬莱 我应该是 很不容易 有 我应该是 冬莱 冬莱 哪个奶奶找可乐呀 你看 可乐 奶奶来接你了 可乐 可乐你怎么了 不认识奶奶了 坏奶奶 她说坏奶奶 可乐乖 之前呢 是奶奶不对 可乐听话啊 你看 奶奶给你带了什么 小汽车 我不要 你不是我奶奶 你没事吧 可乐 趁热喝点鸡汤 我自己来吧 马上就出院了 不行 医生说了 乱动对伤口不好 对了 下西塔 警察已经在处理了 钟灵 我们重新开始吧 你不用担心可乐 你之前不想说的事 我都不会讲了 我会把可乐当成自己的阿斯塔 哎呀 不是因为这个 而且可乐本来就是 我该怎么告诉他真相 他会怪我一直否认可乐 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吗 还是以后慢慢说吧 是什么 没什么 可乐他最喜欢你了 韩叔叔 小心一点 韩叔叔的伤还没好呢 知道吗 韩叔叔 你还疼不疼啊 不疼 哎 他非要来看韩叔叔 我拗不过他 这几天辛苦你照顾可乐了 谢谢你的话 说这些客套话干嘛 搞得大家都很不熟悉啊 看这是我和楚墨哥哥 一起给韩叔叔挑的礼物 嘿你个臭小子 喊他叔叔喊我哥哥是吧 嗯 哎 我这没分这么低啊 我可不想当你叔叔 来来来来 嘿 你还就是 嘿 你给我过来啊 哎 你们俩慢点啊 这是医院 给我过来 啊好了好了好了 别闹了 母臣 东莱他们呢 不是今天出院吗 夫人 贝可乐拉去他们家了 那我去接他们 对 夫人 现在也不早了 少爷说他明天回来 让你安心 好 我明天去接他们 夫人 您早点休息 可乐不是眼孩子 坏奶奶 你走 你走 你给我记住啊 东莱不是你妈 我也不是你奶奶 可乐讨厌坏奶奶 你走 你走 可乐还是不认我 我得赶紧告诉东莱 可乐的身世 必须要把孙子给接回来 妈妈 我已经洗完了 我现在可以跟韩叔叔和妈妈 一起睡觉觉了吗 不行 韩叔叔的伤还没好呢 走 我们去睡觉 走 对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洗漱用品都在洗手间里 好 走吧 走吧 周灵 睡了吗 怎么了 你能帮我换药吗 哦 好 嗯 请进 疼吗 没事 我很快 你心跳怎么这么快 疼吗 可乐 可乐 去开门 好的 华奶奶 华奶奶你走 可乐 走 可乐 不好意思啊韩阿姨 请进 可乐不可以这样 快进去 妈来了 阿姨对不起啊 可乐她不懂事 没关系 可乐 你看奶奶给你带的什么 变形金刚 可乐不要坏奶奶的东西 可乐 怎么能这样呢 她可是你韩叔叔的妈妈 她就是坏奶奶 她说可乐是野孩子 没有爸爸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可乐 可乐 小宝贝 奶奶搞错了 可乐呀 最乖了 原谅奶奶好不好 不好 可乐 你不是想让韩叔叔当你的爸爸吗 今天呀 奶奶就接你们回家 奶奶家呀 有特别多玩具 阿姨 阿姨 您这是 不好 哪里有妈妈 可乐就去哪儿 可是 奶奶也想可乐 妈 你怎么了 我 她突然这么对可乐 是不是知道 算了 我们先走吧 可乐 叔叔先走了 再见 韩叔叔 拜拜 可乐 跟奶奶再见 嗯 走吧 啊 记得周六的约会 不见不散 嗯 不见不散 可乐 刚刚那个奶奶还跟你说别的了吗 她去幼儿园接可乐 被可乐赶跑了 没说别的了 嗯 东莱 可乐 其实是 哎 警睁 妈 你等一下我 哎 你干嘛去啊 哎 东莱 你好 欢迎光临医生只送一人的爹 先生 您想买枚求婚钻戒吗 这款My Heart系列的剪刷款求婚戒指 新型的设计 寓意着一颗真心 只可唯一的你 用您的一颗真心 开启爱你一生一世的真挚承诺 对了 你刚才在车上 想跟我说什么 我说 可乐是你的儿子 我的孙子 你说什么 可乐是我的儿子 我也没有想到 这亲子鉴定的结果 会被林夏夕给掉包了 可乐现在这样对我 会不会是钟灵教的 钟灵要是一直这样阻拦 不让可乐认我们 这可怎么办呀 不行 我不管你们以后怎么发展 这我的孙子呀 我必须得要回来 他可是我们韩家的骨肉 他钟灵 凭什么挡着不让我们认 就算以前我们误会他了 那也是林夏夕的错呀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这么多年了 我自己有个孙子 我都不知道 好了嘛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你别管可乐的事了 小姐需要点东西吗 我在等人 待会再点吧 好的 谢谢 都十二点了 东来怎么还没来 傻瓜 你不会忘记约会时间了吧 我们继续 这次收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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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来是要跟你说的 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说的 我问过多少次孩子的父亲是谁 每次都是 跟我没关系 不是你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小失六年 带着我儿子出现在我面前 还一直阻止我被相认 对不起 我只是因为太害怕了 我怕你因为恨我而把可乐抢走 你知道的 我只有可乐一个亲人 那你就可以做出夺子我做爸爸的权利吗 这两天 每次我想起 我让他别叫我爸爸 叫我叔叔 我就替自己可笑 让自己的儿子叫自己叔叔 冲林 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叫自己的爸爸叔叔呢 你为可乐想过吗 你不知道他多想要一个爸爸吗 对不起 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 我怕他被你们抢走 我真的不能没有可乐 你们 到现在你还在和我花心界心 六年前 在我苦苦哀求下你离开我 没有问过我的感受 六年后 你带着我的儿子想要躲开我 你也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以为你是在为了我好 为了可乐好 实际上你只是为了你自己 不是的 我只是想你们都好好的 现在不是好了吗 我们重新开始啊 东来 妈咪 我没有想过 我要怎么原谅你这六年的欺品 你太自私了 照顾不如我实在义上墙 我记得一会儿 只能够自己看在我身上 感谢观看